球員在球場上互相傳球走位 尋求最佳的攻擊時機 並不時的呼口號來加油打氣 雖然是男女混合比賽 但大家仍是全力以赴 希望爭取好成績 12號這一天 大禮區巧顧球委員會 在一名國小舉辦一場交流表演賽 希望能夠持續推廣這項運動 可以把情緒發洩出來 你覺得今天 很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隊友都很 努力 巧顧球比賽 在小朋友的運動賽項裡面 在我們台中市的團體這一代 大概是一個非常重視 很多長輩、家長 像黃理事長這樣的地方士生 都大力支持 所以我們也很樂於 來承辦這樣的活動 這一場巧顧球表演賽 一共有義迷跟健民等 五所國小組隊來參加 因為巧顧球是講求團隊合作 以及正當競爭的原則 所以選手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並不會有身體碰撞的情況產生 所以這種運動 又稱為君子球 也考驗球員的體力跟技巧 喜歡打巧顧球 喜歡 喜歡 覺得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每次 射匡得分的時候都很開心 因為巧顧球一個比賽是一個很公正公平的一個球類 因為它比較沒有爭議性 因為裁判包括那個他丟的球 接起來沒有接起來的分事就得分了 然後 球員場上拼的激烈 下場之後就是和平相處 彰顯了巧顧球的精神 主辦單位希望通過比賽 各校學生都能夠切出球技 一起來享受運動的樂趣 也讓這項運動達到向下扎根 就轉來秋風台中採訪不到 好